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鴻森威龍, 你看得到 他的操練一直加密, 也看到效果 相對來說, 高冬妮 他現在的操練手法 沒有早年那麼辣 是 在這隻馬, 即加州萬里身上 有沒有看到他在操練上 有沒有什麼變化? 操練不是太大變化 也是重養為止 他始終是九百多磅的馬 應該不是太大影響 因為檢查他完全沒有停過貨 雖然貨期比較慢 但我們今天看到高冬妮的操練 也是這樣 所以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他跟鴻森威龍也很相似 初出也不是很足夠跟你跑 一樣贏, 憑級數贏 第二場其實比較好 到這一場, 我相信 以高冬妮級數的練馬師 很懂得處理 會把漫長帶推到最高 跟他們比賽 有, 很精彩 說到主角馬匹 還有一匹馬, 一定要提 而且早就提及了 香港杯的其中一個話題 但也是大賽列馬師 對 紀仁安在馬匯杯 騎員洪森威龍 本來應該是香港杯, 也是他跑的 結果後來他不能跑 對, 廢伯華 因為有一個… 過時, 義機 對, 言語 但是那時候不知道會來香港呢? 因為我想大家很簡單 就是你上互聯網找一個搜尋器 打言語, 然後打多拉爾錦標 找一些訪問 用法文打 你很容易找到一個訪問 十月初的多拉爾錦標 跑完已經說要來跑香港杯 會不會是呢? 那時候當然是 但之後去了玉馬姐杯跑 結果那場馬輸了 會不會是輸了之後 波士看看那隻馬 回來有沒有問題 如果有問題 當然不會再遠征香港 如果沒有問題 那我輸了一份力 不如再來多一場 還有今年我都說過 阿都羅爾只有四隻馬 連同這隻, 這隻是法國馬 所以你看到他坐衣有點不同 兩個粉紅色在肩膀 和一個斜帶在英國就不同 但譬如馬主出了這麼多 最後一站也無所謂 反正廢柏華是一個 經驗豐富的電話師 那你說這隻馬的形狀 好不好 老實說, 他沒有去年那麼好 這個是的確 雖然你說他多拉爾 要贏到天英奧場 其實那場天英奧場 是出了頭過組 那這次蘇美倫 其實那隻馬 不會這樣再組 相對一上一落的話 我可能會呈現語的機會 我可能會呈低一點 還有有一點擔心 就是看過往 可能我們香港國際賽事 也會有美洲的馬分 就由美國來香港跑 但是言語的情況 就是他在歐洲 飛越大西洋 就去了美洲 跑完這個肉馬姐杯 再飛回去 再再一次一次過來亞洲 那個旅程 其實在這段時間 十月在法國跑 十一月去了美國 十二月再來香港 真是熱心 真的… 真的差不多大半個地球去了 還要去美國跑完的藥檢 可以用藥 來到香港不可以用藥 變成很多馬馬馬馬上 我們看到之前小柏高 來到香港不行 定輪的魚精到處飛 也是不行 任你級數怎樣說 高也沒用 藥跟香港的藥檢程度不同 有影響 不是很熟悉這些外國馬 因為看得到很多 這隻鹽魚來到香港 其實真的覺得神色 又不是很活躍 是比較平淡 我不知道他… 可能他以前都是這樣 對 我這些我不清楚 但是如果真的單說 我自己的觀感 其實我覺得他不是很突出 如果你比天晶奧場 我覺得天晶奧場比他好 我近眼看過鹽魚 亦對る無色的 mund 但不知道是不是有先入為主的印象 知道他踏跌地 ROB 那場途的旅程比較努力 像擔心一樣 這幾隻會在今逢 香港杯手的主角 其他香港馬匹可以提醒它 去會留守呢 有 spindle的狀態 是杯王 真的、5 Ko 肯定是這個 杯王那片 他真是 procedures 跟你飛雪仙蹤 將包含到一起 olsun 今季其實他沒有上一年用那麼多力 因為他跑香港杯之前 跑那場馬會杯 就是國泰龍鏗馬會杯那場預賽 被阿帕真的打得死不死地贏 接著去到正本戲 他也可以加出他的水準 但是今季不是 今季跑了一場千六 然後上一場跑二千 也跑得很接近 跟紅心威和加州萬里 那些非常接近、自由好馬一同回來 今季用了兩場力而已 不是用力那麼多 我覺得這隻馬是有機會的 香港杯,我們已經討論了半數馬匹 相信這一屆這行錦標 都是這幾匹實力馬爭奪冠軍 你們看好嗎… 撐港隊 我可以說吧 很熟悉外隊馬 我想撐外隊,不過香港杯還是撐港隊 好,大家一起撐港隊 記住了,12月11日 香港國際賽事 看看王者就位的勝況 我可以說